应该是这间吧 这间 我们一会儿再来吧 没关系 没关系 来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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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男朋友 你好 好好好 来来来 里边坐吧 来 坐 来 坐吧 这个 你们坐会儿啊 我换点衣服 这么亮灯啊 点一根蜡烛 这是一老色鬼 两个酒杯 一会儿灯关了 就留一根蜡烛 跟你这浪漫一下 我的天哪 幸亏我为你来 回来了 嗯 调什么了吗 调什么呀 曹总啊 不是我调性 不是 你回家 你跟假说什么呀你 杨树又不在这儿 我真是吃块疼死了 快扶 过来扶我 真是睡了 你看你那 你干嘛呀 这么多鞋 你这儿不见了 快把你寻着呢 崴着了 看杨树面前假摔了没有 没够的事 你先把鞋脱了 你把鞋脱了 你说说你啊 你在她面前不摔 你跑回见她摔什么摔 摔完了还挺浪费药的 哎呀 你在这儿干嘛呀 拿那么多衣服 我要见个人啊 那粉裙子 这一想配上鞋带 我又不想穿太高的 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 轻点 轻点 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 笨死的呗 不对 不会假摔 你知道猪接下来是怎么死的吗 怎么死的 是死的 哎呀 热 扫了 扫了 哎呀这个味儿 我就是不能闻这个味儿 你看这么肿 活该 其实根本不会有他们说的严重 这我有时候也会烦躁焦虑 或者情绪不好 哪个人 谁还没点烦心事 是 怎么了 我要找兰姐 找兰姐的妈呀 我的司机呢 兰姐哪儿找去 他们家亲戚 你知道吗 认识吗 她好像结好几回婚是吧 结了三次婚 有四个前夫 三次婚哪儿来四个前夫 哎 一会儿去了呀 你就说你是兰姐的老公 咱们去找的就是她老公 你是她的线人 咱们找的是她的前人 如果你不说你是她的老公 人家凭什么告诉你啊 人家就是知道兰姐在那儿 也不会告诉我们的 你就得说你是她的老公 必须的 我凭什么当她老公 我有病啊 要是我有病啊 兰姐是你什么人啊 我是她老公 你是她老公 我也是 你是第一几任 我不知道 来 兰姐怎么样 现在的需求还那么强 你受得了吗 啥玩儿 有谁 对不起打扰了 我们是兰姐的朋友 我们早离婚了 一年多都没见了 那兰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 你可以 那朋友太多了 也不如这样我们还不能离婚呢 这最近好吗 干嘛呢 干嘛呢 你跟这废什么话啊 回去 撤吧 你就是兰姐老公啊 他货我们多少钱你知道吗 他 我也在找他 你找他 我告诉你 你老婆欠的钱就得你还 我 老公 下、叫做 干嘛 和东人住 打扭 是我 问他 太老公爱了 是她,要去外甩的 你老公 这不自取灭亡了 这说他现在外边欠多少人 幸贵咱那车好跑得快 我告诉你 你就是百公里开六秒 我坐你的车也不害怕 我坐你的车从来都不害怕 说明咱驾驶技术好 你说这蓝姐也是的 干嘛不就找一个 老实点的 靠谱点的 竟找这些奇形怪状了 不知道平时都给喂什么东西 都喂成这样 你说奇形怪状 我就想起那人那样子 我一想又可笑 可不是奇形怪状 关键蓝姐这人 就不老实不可靠 你说她找的人能老实可靠吗 那是 你可千万别学她了 我 我倒是应该找一个老实可靠的 对 你跟她们不一样 虽然你们是朋友 你说我 十八岁之前务农 十八岁到二十八岁当保姆 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当老板 你这从事的行业 这个跳跃性也挺大 哪都不挨哪儿啊 不是 但很老实可靠吧 不过你看 现在也挺好 那三十八岁 谁在这个岁数上 能取得你这样的成绩 不多 有什么好啊 有什么好啊 其实我倒是挺羡慕那种一家三口的 平时溜溜弯 买买菜逛逛街 我怎么没有过过那种日子啊 您放心吧 过上那种日子的人 还特羡慕您现在这种日子呢 又有房又有车 喝 喝 喝 谁想我呢 怎么了 看什么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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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总 等会儿 我看见了残阳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续 两清若是久长时又骑在朝朝暮夷 夕阳无限好 就是静暴 快上来跟我一起看彩阳 不想 上来 快点 快点 你听你听 这是青蛙在叫吗 潘总 潘总 这是蝉鸣 蝉鸣就是蛆蛆在叫 蝉鸣是自老 自老 太阳 不是月亮 太阳 月亮 太阳下山了 月亮却又升起来了 我遇见谁 我遇见谁 月亮 曾在队里 花瓣地 我等的人 插在冬圆的未来 晚风吹 我听见风 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 拿着爱的 号码牌 我 我 我往前飞 飞过一遍时间海 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 我看着路 故宫的入口有点窄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总有一天 夕阳无限 我的谜底 只是旧黄昏吧 哎呀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叫我游泳吧 啊 啊 谁呀 不是你有病的你 大晚上不睡觉的 跟你说吓着我吧 你负得了责吗你 你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个屁我知道 他抑郁了 谁抑郁了 杨树 你抑郁了吧你 你这么晚不睡觉 你干吗呢 你们俩干什么了 干到这个点 我跟你说你别臭美啊 你以为她是见不着你抑郁了 她前期有这毛病 这毛病传染 别把你给传染上了 本姑娘之抑郁一绝 一绝个屁一绝 针对有钱男性患者是吧 对女性和无钱男性无效 你就知道钱 爸 我回来了 你怎么累成这样了呀 能不累吗 您这是陪唐红看心理医生进来呀 还是干吗去了 我总不能看着她得抑郁症不管的吧 那教顾正经游泳呢 我没想教的非要学 我觉得她根本就不是为了学游泳 对 给你多点水喝吧 她说是 给我治病 因为我得了抑郁症 说游泳治抑郁 爸 我觉得吧 您累归累 但其实呢 您自己还是挺快乐的 您不觉得吗 我呀 就特别赞赏您这种人生态度 快乐一天是一天呗 是不是 这刚好好说了两句话 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爸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吧 你现在就跟那个大陀螺似的 一天到晚呀 就是忙得团团转 有这么说爹的吗 你爸我是个陀螺 给 就得让人抽着才转 我就那么欠抽啊 我就说个意思 让您明白这道理就是 您想想 唐红那儿您都已经辞职了 自然就不是他那儿员工了是不是 他这儿倒好 成天还使唤您 还仗着自个儿得了什么呀 忧郁症 我就怀疑他根本就没得忧郁症 万一他真是得了忧郁症呢 那个是关生死的事 是吧 行行 就算是真得了忧郁症 那顾晶晶那边呢 您成天跟个小蜜蜂似的 飞来飞去 人家蜜蜂还知道采个蜜的 那您吐人呗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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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红的吧 你怎么着 他要是白骨精精早给我轰着去打电话了 那就不能是别人吧 爸 除了这俩奶奶以外 还谁给您打电话呀 那推销中奖的出外啊 你说这 心理医生 大晚上也都下班了 这抑郁症也没有急诊 就要给您愁的 我都心疼了 成了吧 手机给我 我跟你想办法 你干吗 您是我亲爹 我能坑爹吗 好 加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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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唐龙阿姨 别胡说八道 喂 什么事 明天你有安排吗 明天 明天是 是 礼拜六啊 我们头儿派我去郊区取一个东西 你能送我一趟吗 明天 什么时候上午啊 下午吧 下午 喂 杨哥 我是莉莉 我跟你说啊 那个客户 简直就是个变态 你知道她跟晶晶说什么吗 她跟那个晶晶说她离婚了 你说这意图多明显啊 对我不放心她 要不你陪她一块儿去吧 对对对 早点儿去 让那个人没什么面相 太好了 谢谢你啊 杨哥 好啊 你说你能干点啥 撒谎都撒不定 我是不愿意撒谎 对哦 我扒上厕所了 什么事啊 树苗啊 我没什么事 那个明天上午十点半 你让杨叔过来接我 就这事 成大我知道了 啊 拜拜 拜拜 好啊 唐伯阿姨 你怎么来了 那个 我昨儿跟杨叔吵架了 然后我就赌气没搭理他 他今儿一早就出去了 然后那事我就忘跟他说了 我把他埋怨我 所以我就来了 你要出去啊 那我陪您去 您没不高兴吧 没有 就忽然有点累了 我不想出门了 那我陪您聊天 好啊 好啊 这么热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杨晓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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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那么大了 杨晓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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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有个美女是 好久没见了 想死你了 想死你了 这个女孩 这女孩 这个女孩 真有美女帅气 我也很想你 越来越洋起来 来来我儿子抱抱美女 什么胎教呀 孩子还没出生这样抱美女 那长大还得了啊 真是 美女跟他爸一样花心 是 说什么 那你老胖子 小绝摔娇呢 咱们都变了 就晓菊没有变 还是那么喜欢抱 就是啊 就是 你不要那么土别好不好啊 在国外见面拥抱是基本礼仪 是吧 怎么不抱我们了 现在 行行行 咱坐也说吧 我 我这不能老站着 我这 就你啊 就你的 好 进去先说啊 你这怎么也能说瞎话毛病了 不是来见你客户吗 是莉莉说的 咱们现在是试恋爱 这也算试验范围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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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红阿姨 你喜欢哪类男人呀 唐红阿姨 你爸是哪一类啊 我爸 他 风雨一类了 就是那种 可以为你遮风挡雨 你爸是不是出去约会了 我给您透露个秘密吧 这个女人呀 这个女人呀 是杨树的至爱 她一辈子没结婚 就是因为这女的 她现在约会的女的呀 就是一个长得特别特别像这个女的的女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一点也不像 不可能 您见过 我见过 我见过 我觉得不像 那您肯定看错了 真特像 具象 至少那照片上特像 我们在哪儿呢 喂 你们在哪儿呢 我刚下火车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咱俩走点电话 你怎么就不跟我说呀 你在哪儿呢 我现在跪去找你 承承 前面再说 唐红阿姨 那我先走还有事呢 拜拜 来 树苗 我们叫Johnson是在美国认识的哦 那个时候呢 潮布斯开了一个很大的自然卖会 然后呢 我跟他正巧 同时看上了这枚胸针 很名贵的 那个时候我好想要 我就能一直举牌 然后我举牌他也举牌 这个男人真的好讨厌 跟我抢东西过不过分你说 最后呢 我又没办法 他拍比我高 这东西被他用千家买下来了 你真在提醒这个人 像这种喋喋不休的一般就是焦虑症 这种的焦虑症就有种抑郁 这抑郁挺可怕的 我最近陪我一朋友看抑郁症去 这好多女生都聊我 像他这种当众的炫富啊 炫耀自己如何如何 甚至炫耀自己情绪了 这就是抑郁症的表现 是吧 那必须得看医生 不能大意 真好心一句吧 好漂亮 好漂亮 你们俩说什么呢 大点声 让我们大伙听听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说什么 人家俩人说悄悄话呢 怎么能大声说呀 悄悄话啊 那就回家捂着被子说去呗 那捂着被子人家不说话了 我们这是聊抑郁症 这抑郁症啊 这抑郁症啊 这抑郁症就是 闲出来的毛病 见花 泪湿 对月 伤怀 搞得跟那林黛玉似的 这身边丫鬟老妈子一大堆 有个风寒咳嗽的 这 这个参汤就给你上了 还搞什么藏花粉稿 稿子老是 在这儿淒淒淡淡飞飞飞凉凉 那儿可可呢 这就自找 我就欠劳动改造 文鸡起舞 久撒停除 这搬砖塞沙子 我告诉你 不到一个月 保证什么病都没有了 都没跟我发愁 还敢抑郁症呢 是 这不能这么说 这有些抑郁症患者呀 他看起来特别正常 而比一般人还要阳光 比方吃一顿饭 他能从头说到尾 恰恰这种人是得抑郁症的 看你 你那个坠子 是翡翠的吧 老坑的 让我看看 还真是老坑的 我当初在香港的时候啊 那锁子笔拍摄行 就拍卖了一款 就这个 就这个 我当时记着 拍卖价格是二百万吧 现在怎么样 喝茶了吧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金金取下来给我带的 看看 看谁啊 我看谁啊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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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手机老死机 冻了又死机 你看啊 不会是中毒了吧 这还能中毒啊 当然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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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吧 走吧 走了啊 下次去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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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啊你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了 我这还要去办点事呢 那你要不我先送你回家 我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呢 我到底哪做错了 招人烦了 没有 那你喜欢我 你应该同意 找一个比你更好的是吧 我去吧 快吃 回来啦 你何时回来了 还给你 王爷请收 两日前我进宫 突然见到了一个人 因此就画了一幅像回来 请娘子点评一下 指教一下笔法 无必不擅长战情 后来指教王爷笔法 我假指一算 事情不太妙啊 那包本来就是赔给你的 衣服你也留着穿吧 老黄今天打电话了啊 去美国的事办得差不多了 我这大了肚子 衣服也穿不了了 这个也还给你 今天又为什么闹的呀 好了好了 难得我大气一次 这么昂贵的二百块钱的东西 留着当个念想吗 我去美国的时候 想起我的时候 就拿起来看看 二百块 你不说两百万吗 两百万我给你 小姐我是怀孕了 不是脑子碗她了好不好 这个画面不好吃啊 没有上次买得好 莉莉 臣妾身体不适 请容我告退 小王一定训练 小王一定训练 不见到如月的画像 我也很紧紧 还无所求 不见到如月的一个人 你让我来看 我来看 我来看 你会看 我来看 你去看 你去看 我来看 我来看 你去看 我来看 我来看 听着啊 美国专业营销人员协会 和国家销售执行协会的统计报告 2%的销售是在第一次接下后完成的 3%的销售是在第一次跟进后完成的 5%的销售是在第二次跟进后完成的 10%的销售是在第三次跟进后完成的 80%的销售是在 放大款就跟做销售一样 你要把自己销售给大款 至少得跟进4到11次 你说是不是哪能随随便便就放弃啊 干嘛去啦 骗子 骗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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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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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教你啊 谈恋爱不得核算成本 你的时间就是你的成本 你见他一次就得有一次成效 这三个月你就得要 这一离不开你以后呢 你就跟他提出结婚 到时候他不就就范了吗 你可倒好 到现在连手都没牵上 那你说我该怎么着 自见真喜 你现在也只能这样 看我干吗呀 这都二十一世纪了 人家都让我去找更好的去了 他的意思就是想让你跟他说 你就是最好的 傻 不过杨树的确是一个非常规男人 对付他就不能用常规的武器 你得提高武器级别 你得提高武器级别 得用核武器 核武器 人家都跟我说白白了 还核武器 你就跟他说 你想要一次分手之旅 分手之旅 这次听我的没错 不听 不听 就听我一回嘛 我都听了你好多回了 这次真的一定得听我的 我给你拿点衣服啊 我给你拿点衣服啊 你把你那头发擦了 给 给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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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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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赶紧急目 我爸回来了 啊 吃 往那边去 谁啊 爸 你都回来了 爸 您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累死我了 唐红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那手机中毒了都 他说这手机 在电脑上弄你 那我手机给我弄 干吗 爸 没事 不是 我 我帮你弄 您不累了吗 您还不歇会 对 我跟您说啊 您赶紧去找唐红家吧 他今儿又犯病了 先把我手机给我弄好去 水给我 我觉得吧 您还是先去比较好 因为咱俩这王八 而且 这弄这我得更新好多东西 什么软件之类的 您真的赶紧去吧 到时候他出什么事多不好 您还手机呢吗 您不还手机呢吗 没电了 拿我手机 拿我手机 我给您把我卡画 装我手机里行吧 这样 我今儿不出家门了 我就在家待着 哪也不去 成吧 爸 不是咱们辫子这么懂事了 我不一直都挺懂事了吗 要以后都能像今天这样 那我这爹当的不就省心多了吗 爸 我话好了 您赶紧走吧 慢点 早去早回 给给给 就跟家待着好好学习啊 这马上要考试了 哪儿都不许去啊 好 拜拜 爸 你怎么又回来了 爸 你怎么又回来了 钥匙都不给我拿 为什么下雨了 我拿把伞子 我给你拿 给你走吧 去吧 拜拜 伞都是湿了 你出去啦 谁的伞 下了烫楼 是那 那个什么 什么 王 大妈借我的 王大妈 剧委会的 您赶紧走吧 雨天本来就不好走 怎么还磨刀 一会儿抑郁这么烦 怎么了 学生你不对劲啊 早想把我往外赶 是不是就想自个儿溜出去玩去 我看 杠上阳 家带着给我看出 我手机在您那儿了 我能去哪儿 真逗 我吃什么 高洱 屁牙吓死我了 他回来好几分你知道吗 我去 干嘛呀 喝点水 你赶紧想想 你晚上住哪 知道你是搞造型的 别在我这儿摆造型了 洪姐 我在这儿附近溜达 好久不见你了 想你了 好久不见你了 那你能远远莫爱上你了吗 我会找到我的幸福 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幸福 洪姐 你当新娘那天一定要告诉我 我要把你变成全世界最漂亮的信仰 交到你爱的男人手里 咱们约定好了 我做你一生的造型师 我不但要把你变成全世界最漂亮的信仰 还要把你变成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谢谢 说好了 这是咱俩的约定 我预备到做你的造型师啊 就是你 只有你 能做这世界最漂亮的 只有你 只有你 她怎么又来了 隐笑咱来了 她自己来了 你脸皮够厚的 你对皮特有偏见 她不是偏见 我那是郑姐 你像她以后这样呢 你还真不能让她来 万一出点什么事 她连法律责任都不用付 不是 神经病啊 喝不喝 好 你的手机怎么一直打不通啊 我这手机坏了 中毒了 能说我拿到树苗的手机 我觉得人家Peter也挺好的 爱了就表达 不爱就尊重你 您有什么事找我 你最心爱的女人 树苗下午落在我这儿的 能拿我照片干什么 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啊 我前妻啊 对了 孟老板下午来找过我了 她说高老君不在张老师那儿学了 走了 我就说这烂你扶不上墙 你也别怪我棒打鸳鸯 树苗是跟着她呀 真毁了 树苗下午在我这儿坐着 然后接了个电话神神秘秘的 然后匆匆忙忙地就走了 我再想不会是高老君回来找她了吧 那不早说呀 回来 看你啊 你 你 不对啊 这我刚回家树苗在家待着呢 那你觉得她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 没有什么异常 那就好 那就放心了 放什么心啊 我 好 爸 我说杨姑娘 能不能不拿你爸当猴耍呀 说怎么了 你吓我干嘛去了 家呀 之前呢 唐红阿姨家 后来呢 家 没去别的地儿 没有 没有 你在唐红家接了谁电话呀 私私的 私私的什么事 接着电话就走 跟唐红连一招呼都不打 唐红怎么那么多事 爸 您知道吗 他根本就没有抑郁症 他那是消遣您呢 别跟我耍花枪 我问你干嘛去了 我去私私那儿 取我那模拟试题的卷 我们家还得交呢 你那模拟试题卷 怎么在私私那儿 那天我们哪一块做题来着 他特马 我把我那卷放他那儿了 真吵 我还说我怎么找不着了呀 后来给我来电话盖 在他那儿呢 我不得去取呀 爸 傻了 我胸口闷得慌 您别吓唬 我儿闺女 你别吓唬你爹上忙了 真没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啊 你逃狐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呀 问你呢 爸 您放心吧 我以学业为重 这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就这几步 我一定会把它走好的 说明二十八了啊 也是大人了 可有些事呢 你是不明白的 我明白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我一定一步一个脚印给走好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爸 您跟顾晶晶进展怎么样 去去去 从今往后别再拿顾晶晶说事了 我告诉你 我跟她已经结束了 本来就没什么 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 我们以后不再来往了 你呢 以后也别再掺和这事了 从今往后到高考 我就盯着你 您盯着我干吗呀 我就盯着我 问您一下 明星模特儿培训班是在这交费吗 是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替杨树苗交的 他自己本人怎么没来 航班延误了 行 咱们学费是两千块钱 收了费以后呢 就一律不退费了 好 那儿 干吗呀 出去 出去干吗去 您不困了吗 您还不适合午觉啊 不困了 你要困了 你睡会儿去吧 我不困 那我出去买点东西 家呆着 买什么东西 我给你买的 妇女用品 爸陪你一块儿去 对 我待半天了 我也偷偷劲去 待钱了吧 好好走倒是不会啊 这是遛你爸爸 爸 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了 不能 为什么呀 你有什么事非得躲着我呀 慢点 别跑 跑什么跑你 你能不能让我有点小秘密啊 你有什么小秘密也不能跟我说呀 爸 站这儿别动 别跟着我啊 就十分钟行吗 不行 五分钟 我就要五分钟 一分钟都不行 你爬路往哪儿背着你 回家 爸 今儿父亲节 我特想给你个惊喜 我想给你买个礼物 你都得给我点时间吧 今儿是父亲节 今儿是父亲节 那不早跟我说啊 我买啥礼物呢 给你买礼物 我不买了 这孩子 淑淑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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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带你去做斯巴 我下午还要开会呢 请假吗 不让请 我要给你做烟火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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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肚子磕着 那我算听音乐吧 来来来 我算打电话吧 这是没事 我算心 怎么了 怎么了 干什么呢 这是 没事 他肚子疼 我送他去医院 要不要 要不要就进库车啊 没有 没事 来不及了 我们打车吧 快快快快 小心小心 他不知道啊 他撞哪儿了 不知道啊 这他 找谁 是杨先生家吗 对 是我 这是 我快递公司啊 给您的礼物 送错了吧 谁给我送花啊 这样也这样吧 是啊 麻烦你拿一下 谁送来的 这客户要求还有 祝福卡 他要求要我给你念念 亲爱的爸爸 不管你责怪我也好 冤枉我也好 我知道都是 为了我好 你 你所有 的冤枉责怪 都是恨铁不成刚 我心里一点也不责怪你 我要告诉你 你是我 永远的好爸爸 谢谢啊 还要再签一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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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节快乐 你给我把你花已经递到了啊 他正老泪纵横呢 你给我把你花已经递到了啊 不用接 我去找你 淑苗 淑苗 啊 爸太感动了 本来这花我想亲自送给你的 爸以后绝不会再冤枉你 不再委屈你 你高兴吗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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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惊喜呢 还有什么惊喜啊 不许问 不问 一句我都不问 这就怪了 咱俩得换衣服出门 哦 现在 嗯 咱们这会儿是去哪儿啊 白云酒店 还去酒店 不许问 不许问 给我开门 爸今儿啊 就交给你了 嗯 说你买花吧 买这么大一口 大我买好了 哎呦 爸 爸手机给我用一下 你手机呢 欠败也停机了 说好了啊不许吧 不问不问 爸 是 这么好的饭店 哪来的钱吗 怎么办啊 您忘了 您给的两千块钱 我劳动所得那个 爸 拿二零钱啊 我都没那么钱啊 拿拿拿拿 哦对 还有你那花 自个儿拿不太重了 好 四个二啊 对对对 词刘洋 词曲ые 词曲 establishing 词曲eme 词曲 词曲看 词曲 Parliament 词曲阳 我帮你们包紧 给我撒个架了 给它一路拖着过来 这饭碗啊 artifact解释素素素素素素妙妙 什么素妙啊 谢谢你的画 我说 我刚捕口拖鞋 在路上呢 还是上次那块吧 吵 来 来 好久都没有人陪我喝酒了 你怎么不喝呀 不是 今天这可能是有点误会 你骗我了 你没说实话 你肯定有老婆 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 那就是有其他女人了 嗯 我早就知道了 你每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啊 经常规规随随随接电话 接完电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刚才看到了 你又发短信了 是 我这发短信是 你这个骗子 没关系 感情不就是骗来骗去吗 骗到一辈子了就骗到白头到老了 我也骗你了 我也骗你了 今天不是我生日 你为什么骗我 你为什么骗我呢 你为什么骗我呢